讲功来说菜 好的 今天来说这道菜是收录在全世界找辣吃 Elisa Lu出的这本书 她自己很喜欢吃中日韩南洋美墨香辣的料理 所以她收录很多她在全世界找的辣的东西来吃 尤其是酸辣的味道 这里面其实有三道菜我都很喜欢 一个是她做的龙须苍蝇头 就是用龙须菜代替了韭菜花来做苍蝇头 你知道龙须菜也很脆 另外是她做青龙炒蛋 青龙矿子就是糯米椒 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吃糯米椒 因为椒香味很香 又不是那么辣 它那个辛香味很棒 觉得很开胃 又很简单的食材用蛋 今天跟大家分享更简单的这道菜 我很喜欢叫做酸辣娃娃菜 我不知道为什么偏爱娃娃菜 看起来就像一个baby一样 就觉得很可口的样子 你只要用娃娃菜跟干辣椒 和一点蒜头和白醋 二砂糖 盐巴 酱油 还有长的红辣椒 也就是说 不要太辣的红辣椒 配色用 然后再加一点太白粉 这道菜很容易做好 那么娃娃菜你先把它洗干净了 然后洗干净以后就把它剖拌 你知道 因为娃娃菜一小一小树一小树的 把它剖拌以后 再把它洗干净 然后把它沥干 然后用白醋 白醋大概需要两大匙 然后二砂糖 大概有一小匙 把它拌匀了 然后加一点酱油 最好是淡色的酱油 可是没关系了 一小匙酱油 就算是深色的也没差多少 把它拌匀 然后再加点盐 盐要1 2分之1小匙 这边的盐是把它定个味道 因为你酱油有咸味了 但盐下去以后 那味道会比较定色一点 定味 拌匀备用以后 就是白醋 二砂糖 淡色酱油 盐 然后把它拌匀 然后长的红辣椒 你只要切片就好了 这边的红辣椒是配色用的 所以切成那种车轮状 然后太白粉 加两大匙的清水 把它调匀 也就是一大匙的太白粉 加两大匙的水 把它拌匀 然后起一个油锅 这个油是要 等于说平底锅先把它热了 热了以后放油进去 然后等到油热了以后 你就先把干辣椒放进去 把它煸炒 因为有的人喜欢是锅子热 油一进去 等于油还没热 你干辣椒赶快放进去 不要等到说油也热了 锅子也热了 干辣椒再下去 很容易就黑了 所以锅子热油一下去 冷油一下去 干辣椒也下去 开始把它煸炒 煸炒到你的干辣椒的油量都出来了 然后它的颜色变比较暗红色了 然后你闻到干辣椒香气的时候 这时候涮片把它倒进去 一起把它拌炒 很快 大概5秒钟到10秒钟时间 把你沥干的娃娃菜也放进去 大火把它拌炒 你会担心说 刚刚我的干辣椒都已经快要煸到椒了 这时候来得及吗 来得及 因为你娃娃菜通通把它放下来的时候 它马上锅子就降温了 所以你保持大火把它拌炒 然后这时候在拌炒你的娃娃菜 它开始要软 还没有软 当季就把你调和好的白醋 二砂糖 酱油 盐混合好的酱汁 把它倒进来 一倒进来 因为锅子很热 然后娃娃菜 娃娃菜已经正在被炒软 它的水汤汁流出来的当下 你的调味料也进去了 锅子里面都是水汽的时候 啪一声 你会小心 你不要靠太近 因为里面有干辣椒 你会呛到自己 这时候的味道是又辣又呛 又有点酸的味道 因为里面有白醋 继续的把它拌炒 拌炒到你的娃娃菜 软烂到你喜欢的程度了 有人喜欢吃脆一点 差不多到那个程度以后 熟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 太白分水加进去勾个薄茜 不要放太多 你在勾茜的时候把火关掉 火打太开的时候 下去变瓦剑了 OK 所以火关掉 勾个薄茜 然后把你切的一些车轮状的辣椒 丢进去半个颜色而已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酸辣娃娃菜 就这么简单完成了 好不好 好 这可以当小菜可以配酒来吃 OK 好了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多年不见 可能算有五年没见了 那就是我们的小鱼妈 现在已经变成减糖的这个料理专家 小鱼阿姨好 哈喽 伟文大哥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鱼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真的很久不见了 小鱼妈之前出的就是 专门给小朋友吃的料理 对亲子料理 现在小朋友几岁了 现在一个九岁一个六岁 一个九岁一个六岁 想大家大家可能想说 小鱼妈又出了什么样的书呢 这次小孩子长大了 我们就不要理他了 我们来出一本给大人吃的书 没错 因为呢养小孩养到自己都胖了 所以小鱼妈自己要想办法 让自己回到好的体态 真的孩子长大了 我们开始要为自己着想 对因为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我们就希望他吃营养一点 吃多一点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料理 会做比较多一点 偏偏小孩子又吃不完 变成我们自己的吃 没错 妈妈通常都是那种剪厨余的 被厨余桶 等到小孩子拉拔长大了 妈妈身材也变成水泥状了 没错 这时候就要靠这本新的作品 叫做 《剪糖快瘦气炸锅料理》 没错 因为这几年 因为生酮饮食 或者是剪糖料理 就非常的风行 那还有一个工具 就是气炸锅 也是非常的火红 现在家家应该都会有一台气炸锅了 国民机了 对我记得刚开始气炸锅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对这个名字觉得很搞笑 气炸锅觉得很可怕 对没错 就想说到底他是什么样子 对 结果买回来 通因为我大概在八年前就买了 然后那时候买回来其实蛮失望的 觉得说哎呀 这不就是烤箱吗 对 买了一个很小又很贵的烤箱 只能拿来炸薯条越吃越 对 没错 这个非常棒的器具 而且气扎锅 现在有着已经跑到第二代第三代了 所以说大家使用起来又方便 然后那个使用的方法 清理都变得比以前更容易了 是而且孩子不断的改良 然后可以做的料理又更广了 好 减糖快瘦气扎锅料理 这本书呢 封面最令人这个好奇 而且最令人向往的一句话 叫七天无痛瘦下两公斤 一个礼拜瘦两公斤 很迷人对不对 真的假的 而且是拿锯架过来做运动吗 做重量训练 也可以当成哑铃这样子 但最主要是 照着这本书来这样做 然后这样吃对不对 其实我常讲 其实要瘦下来 第一个先觉得条件 就是尽量让自己来做东西吃 没错 而且你就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吃该吃的食物 对对对 还有一点就是 在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 其实你都不用挨饿 而且可以瘦得很漂亮很健康 但是用气炸锅吃东西 这真的是瘦下来 因为气炸锅很诱人 就是你常会炸一些薯条 炸一些鸡块 炸一些已经是预炸过的东西 本身油脂就很高了 但是今天那个小鱼妈是教我们 所谓的减糖快瘦 也就是说你不要太怕油 也不要太怕这个高蛋白质的东西 反而是尽量少吃淀粉 叫减糖料理 对 糖分要减少 很多人有一个名思 他以为气炸锅就是炸东西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名称取的 没有说很适合这台机器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如果含那个食物的含油量够多的话 你是完全不需要加油 甚至可以把食物的油给逼出来 那我们吃到身体里面的油脂就会减少 那如果说食物它本身没有油 那我们可以用像那种喷油罐 稍微的喷薄薄的一层 它可以保住 例如说像蔬菜啊 它的那个绿色的颜色 还有它吃起来那个口感会更加的加分 是的 好这本书呢 其实除了这个小鱼妈自己本身的那个 亲生试验以外呢 还加了一个这个营养师 没错 Ricky的营养师啊 特别对大家计算每一份料理的一些营养啊 它的油脂啊 热量什么的 那你吃的更安心了 待会广告回来就赶快请我们小鱼妈 来分享几道减糖快瘦的气炸锅料理 FM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好的 今天我们聊的是减糖快瘦气炸锅料理 请到的是小鱼妈 小鱼妈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们大概有五年没见了小孩都大了哈 真的 对但是你越来越时尚 谢谢 真的是完全不 而且你又变体态变更好 我记得 因为我有在运动 对因为几年前你真的是比较妈妈样 没错 我看到我第一本书的样子 我真的很想要把它毁灭 完全跟现在不一样 好可怕 而且那时候还跟这么帅的人拍照 就自己那个样子 现在你是很清爽的样子 很清爽 很轻盈了 快飞起来了 对很轻盈 那这个有关气炸锅 我想大家家家都有一台 对 但你这边前面还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说气炸锅其实如果有一些配件的话会让你使用起来更棒 没错很多人给我的那个回馈都说气炸锅超难洗的 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有一些工具其实可以用在气炸锅上面 他不但可以让你的气炸锅更好清洗甚至不用清洗 例如说像那个烘焙纸 对 烘焙纸我们做面包的时候都会有购买这些东西或者是铝箔纸 对 其实他都可以善用在气炸锅里头 就不会让你这些皮类都黏在他那个网子上面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减脂就是减糖 所以像喷油罐其实好的油不用担心说吃太多 因为好油其实你摄取的反而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那像那个喷雾罐它喷上去它的分子是很小的 有一些含油量比较少的食物我们倒是可以用这种来喷一下 或是用油刷这边有讲到 对油刷因为有一些你用喷的 因为那个喷油罐我真的试用过 像十几种牌子 真的喷到最后都变成柱状的不好喷 所以最后还用油刷有时候还比较方便 甚至我们可以用像烤箱我们都会预热嘛 对 那其实气炸锅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让它达到那种物理上的不沾 啊OK好 那这个前面呢 其实因为有关减重或是这个减糖的一个减重 而且特别讲到说七天就要减两公斤嘛 是的 所以除了料理本身的分享以外 前面其实有一些概念也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门外汉 不是营养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们搭配了一个营养师 他有把一些很正确的观念给大家参考 可能有一些就是 以前我们没有这样想过 那他这本书呢 都会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吃 吃饭的顺序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传统都一定是吃饭配菜嘛 对 可是呢 我们减糖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些顺序做一些修改 例如说像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会先吃一些蒜石纤维的 例如说像叶菜类 深色绿色的这种叶菜类 对 然后再来我们才会去喝汤 然后再来就是蛋白质 肉类呀 最后才吃淀粉 而且这边淀粉有特别挑哦 这是精致淀粉就不吃了 对 白米饭白面条白吐司 你几乎都避免它这样子 最好是吃圆形的淀粉 粗糙的淀粉 比如说糙米啊 地瓜南瓜全麦面包这样子 是因为这种东西是比较原始的形状 然后它没有经过精致过 所以它的淀粉是比较优质的 对 所以在使用这一本 等于是气炸锅的减糖料理书之前 前面有一些概念 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的时候 因为要减重嘛 是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了解以后再来做这个料理会更方便 没错 然后后来呢你这边还用也分享一些酱汁类的东西 对而且这些酱汁是很就是不会那么的油腻 然后它又可以搭配 因为老是吃鸡胸肉也会很很觉得很腻 然后你搭配了一些不同的酱汁去沾 其实吃起来会不同的感觉 然后又吃得很健康 这边蛮特别就是有一个梅子油醋酱这是哪来做什么的 梅子油醋酱可以沾海鲜 或者是像饼类的东西 这边就是用橄榄油加上梅子醋 对 其实如果用苹果醋也可以 也是可以 变成苹果醋油醋酱 对 所以家里有什么特殊的风味的醋 就可以拿搭配这个橄榄油 对 然后加点盐跟香菜跟柠檬 对香菜是一个重点 它是灵魂 尤其这几年其实香菜在日本非常的红 嗯 还有什么香菜的什么 哎 糖果啊 香菜的饮料什么都有 所以香菜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食材 另外有个蒜泥味噌酱 对 这个也很简 这是拿味噌跟白芝麻跟昆布酱油跟蒜头 就把它拌在一起 对这个我是来搭配肉类 所谓搭配的话是腌制它呢 还是说用七夹锅做完肉类来沾这个吃 它刚好两种都可以 可以当烤肉酱来刷 然后也可以用沾的 哦 哎 如果用烤肉酱 这就这个减糖就很简简很多了 对 这里面就是只有味噌 白芝麻酱油跟蒜头 而且它味道很香 尤其白芝麻如果说稍微炒过之后 哇 味道真的棒呆了 哇 很棒耶 那可不可以先选一道料理是你有使用到 蒜泥味噌酱有吗 蒜泥味噌酱 它只要是肉类的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样子好了 因为这本书料理大概有几道 大概有几道 有58道 对 那我们先自选题 就请小芸妈自己先闭上 已经想一下说 这58道里面 哪一道是她最常吃的 最常吃的 在做这个气炸锅料理 她最常吃的 闭着眼睛都做了出来的一道 当然就是因为孩子嘛 因为我们就全家 我不会为了孩子特别准备 所以我就跟孩子一起吃 所以孩子跟我一起吃 就是那个蔬果 披萨 蔬果披萨 对 第一道拿来减肥的料理 竟然是披萨 因为披萨一般都是用面粉皮 对不对 对 但因为我们减糖 所以我把面粉皮改成豆皮 豆皮 生豆皮 是的 超市很好买得到 豆皮 我知道 其实我爱吃豆皮 就是那种生豆皮嘛 煮火锅那个嘛 可是不是炸的 是生的 是 那种吃传统市场也会有卖 对 那个很好取得 但是怎么把它做成披萨 我的材料 其实看你的冰箱有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很好清冰箱 那我们为了让它更符合我们的主题 我就会放鸡胸肉 因为鸡胸肉很多人就说 每次吃烫的鸡胸肉很腻 那我们就把它应用在披萨上面 我先问一下 因为这个生豆皮 它通常是折起来 变成一个正方形块 厚厚的 然后你先把它洗干净 然后把它打开来 打开它就变长条形的 对长条形 我把它剪成一块一块这样 剪成一块一块的 对就一个小小的正方形 或长方形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把它当底 铺在那个气炸锅的内锅里头 那也就是说这样正方形 它其实是有缝隙的咯 对 其实说稍微把它叠一下就好了 对一块一块这样 OK稍微把它像补丁一样 把它叠 就是把它叠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把鸡胸肉 我们先烫熟 只有把它撕成小小块小块的 像鸡肉饭那个样子 嗯 然后呢 花椰菜 对 还有因为我很注重配色 我觉得东西一定要看起来好看 嗯 小孩子或大人他才会愿意去吃 嗯 所以像甜椒 就是我们家里冰箱不可或缺 因为它太好配色了 甜椒啊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 然后还有就是呃还有起司 起司起司起司 起司很重要 你甚至还放一些苹果丁在上面 对因为刚好 这样不错一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对 那小孩子喜欢苹果嘛 然后吃起来都会觉得 哎 有酸酸甜甜的味道感觉很特别 嗯 会觉得说哎 平常吃披萨不会吃到这个 嗯 因为我这一道其实是从夏威夷 因为我们家小孩很爱吃夏威夷披萨 嗯 可是凤梨罐头是我们减糖的大忌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苹果 对或者是可以放酪梨 其实酪梨也很搭 好 我刚刚忘了讲个重点了 这里放气炸锅之前 你下面是要铺一张烘焙纸 烘焙纸上面再把你的豆腐皮 都把它铺平 像个像个这个饼皮一样 对 然后再把刚刚所有说的一些食材 都把它铺在上面 是 然后再撒上起司 对 然后就进气炸锅 对 180度 对 大概10分钟 OK 就可以了 炸个10分钟 最主要是所有东西熟了 就OK了 是 那其实基本上东西是熟的 对啊 对 鸡胸也是水煮的 很简单 而且很轻松 而且很好买到这些食材 鸡肉 蔬果 披萨用气炸锅 而且还是减糖瘦身的料理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待会来我们再来聊其他的 刚刚是自选题嘛 待会是那个 评审的 评审把你选的题目 别走开 FM103中广流星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聊的是 简糖快寿气炸锅料理 请到的是小鱼妈 哈喽小鱼妈你好 哈喽 蒋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本书你上面写 七天无痛 瘦下两公斤 是 你自己亲身经验是瘦七公斤 因为你真的变了一个人了 对啊我原本六十几公斤 我现在四十八 六四十八 哇那这样子有特别为了这个 有做什么样的 比如说训练吗 我有运动 但是我运动完之后 一直都没有瘦下来 对了 对对对 瘦身还是要靠吃了 没真的 就是说你如果吃一堆肥肥东西 你再怎么运动 也很难瘦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我一天只吃两餐而已哦 但是我都没有瘦 我说你吃两餐吃哪两餐 他说我都只吃宵夜跟晚餐而已 我说对啊 你就吃到不对的时间 很可爱很可爱 那你是为什么突然之间 因为其实你以前也不是非常胖 看起来不胖 对啊也不胖就是妈妈样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妈妈的样子 对了对了 但是我觉得说人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发现 其实我应该说会开始在意 是因为我在三十九岁的时候 我突然间更年起了 然后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 也不算打击啊 就是很惊讶 我为什么三十九岁就更年起了 后来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说更年起了 就就这样吧 但是要注重就是要运动 那我就开始 更年起的意思是说你新陈代替都会变缓慢下来 对对就容易胖 嗯就一直维持那个样子了解就受不下去 然后你就正好就想做一些改变 嗯挑战更年起对不对 对想说哎为什么我更年起了我自己都没有去察觉 而且还好是都没有任何的那些更年起的症状 是人家说更年起我有脾气暴躁干嘛 应该是有了 但我自己没察觉 这就是脾气暴躁的人的素有一个情况啊 就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脾气暴躁 对我哪有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好那我来去运动 我就去重训 然后打拳击 我觉得打拳击真的是一件很消耗体力 而且可以发一些负能量的运动 可是我又因为你自己本身其实蛮会做料理的 你以前出了蛮多本 都是做个小朋友吃的一些料理 对 所以我很好奇你后来为什么在减重这一块 在雕塑你的体态这一块 你使用了气炸锅 而不是你最拿手的 比如说平底锅啦 或是怎么样的 因为感觉更简单嘛 原因是因为要忙两个小孩 有时候真的是没太多时间一直在那边 想把东西丢到气炸锅里面就好了 对我发现说 他这台东西这台工具 其实可以很方便 就是我可以把它丢进去 我就可以另外去例如炒菜干嘛 这样可能15分钟我就可以出三四道菜 对而且还没有火 对不用太担心 比较安全 还可以叫老公帮忙按 对对对 你叫老公炒一下子就都不对味 对 还烧焦 而且蛮快速 对气炸锅小孩也可以帮忙按 好 刚刚本来这个自选题呢 刚刚我们的小鱼妈选了一道听起来就蛮蛮不错的 而且我自己回去想试试看 用生豆皮当做面皮啊 好 做了一个鸡肉蔬果披萨 对 这样我听起来其实只要用那个生豆皮做面皮的话 什么都可以放啊 对对对没错 都可以只要当面皮嘛 就可以放你想吃的披萨 家里有什么料理 有什么菜都可以丢进去 大家烤一烤 对对 对 那另外呢 其实我本来想评审来选一道 但是小鱼妈强烈推荐 他说这一道是大家都爱吃的 他有两道超级拿手的 然后这一道呢 叫做优格燕麦炸鸡 其实有点像炸鸡块 是 对不对 但是他完全跟那个炸鸡是不太一样的做法 但是吃起来味道是很像的 这个要怎么做呢 这个呢 我们一样就是鸡胸肉 是 减糖人最爱买鸡胸肉 尤其去Costco买一大包 一大包 12片 对 所以来都用鸡胸肉 然后鸡胸肉切成丁状 然后我的料理有一个特色 就是一定都很好取得他的食材 所以我们就到楼下的便利商店 去买一个原味的优格 一定要原味的 不要加糖的 对 不要买什么草莓口味 蓝莓口味 那个炸出来 其实都没有捡到糖了 是 对 然后买个原味优格 然后还有就是 早上都会喝的 这样燕麦片 就是那种什么 是即食那种的吗 不是不是 就是那个泡在可能泡在牛奶上面的那种燕麦片 可以吃 就是膳食纤维很够的那种燕麦片 那我们就把鸡胸肉切一切之后 我们可以就放在那个优格里面 稍微的把它浸泡一下 让那个优格去再软化它一点 对 然后让让它保有那个 你会泡多久 大概是五分钟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你这边写说你鸡胸肉洗干净以后 用厨房直接把它吸干水分 对 然后切成条状以后 你会加点白胡椒 会 再把它放在优格里面 是 腌它十分钟左右 但是如果小孩子要吃的话 这个白胡椒可以去掉 是 对 那我是因为比较喜欢放调味料 对 我们就可以放一些白胡椒 黑胡椒其实也都没问题 好 然后呢优格这样泡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沾那个燕麦片 嗯 燕麦片 燕麦片一大罐很很便宜 但是它又很大罐用不完 所以来炸这个炸鸡刚刚好 嗯 然后裹一点那个燕麦片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进气沙锅里面去炸 嗯 那这边你还说喷了一点橄榄油 因为燕麦片其实没有油脂 是 那你刚刚鸡肉沾了优格也没有油脂 是 所以是用那个喷枪 对 喷了一点橄榄油在上面 喷油罐 然后喷了一点以后 你就直接放进气沙锅去炸 是这个呢 可以铺个烘焙纸 会比较方便 没错 因为如果你的气沙锅是网状的 哦 那好难洗 所以你这里燕麦片 这上面这样炸 它会黏在上面啊 对 而且会洗到真的是 而且你那拿起来说 它可能会黏在上面 嗯 甜皮就会掉了 对对对 所以你用你的烘焙纸 去炸它 烘焙纸很好用万用 把它瞧到190度 炸个13分钟 然后你这边跨虎血6分钟就把它翻下面 哦对 因为有有些气沙锅 它的那个循环比较没那么好 我们就看状况 你可以看自己家里的那个气沙锅的状况 可能一半的时候先看一下 因为大小块其实也会影响到时间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以大概10分钟上下 听起来是蛮简单的 嗯 对 如果说自己喜欢的话 你在优格里面也可以加一些不同的粉状的东西 比如说咖喱粉啊 对 优格里面咖喱 对 那去腌制之后呢 就跑进去你的肌肉里面 是 或者你可以用一点辣椒粉啊 对不对 去教训一些讨人厌的小朋友 没有了 就自己喜欢吃辣的人可以这么做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优格里面可以腌不管是粉类 或是比如说韩式辣酱 你可以把它调在里面 对不对 太美味了 那就可以吃一些优格燕麦炸鸡 是辣辣的味道 对 欧巴炸鸡 赞 不错 好 待会回来呢 我要只剩一点点时间了 最后一道也是看起来蛮简单的 这个我觉得蛮蛮厉害的 因为我看起来就想回去试试看 用起司牛肉 节瓜船 哦 对 这一道其实小孩子也蛮喜欢的 因为他的样子就是 还蛮讨喜的 嗯 那这其实蛮方便取得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原本的创意 可能是来自法国面包 但是因为我们要减糖嘛 我们就不用法国 我们用节瓜 是的 到底什么样的料理 回来告诉你怎么做 起司牛肉 节瓜船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是的 最后一段 我们今天请到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小鱼妈 他聊的是气炸锅 这种料理呢 不只简单方便 而且他说一个礼拜 可以让你减两公斤 是 这所谓一个礼拜减两公斤 是一定要每天都吃这个料理 对不对 就减糖料理 你要控制好自己的糖分 不能说你吃这个减糖料理 然后你又去吃饼干 吃这个减糖料理 你又去吃咸酥鸡 这不行了 对不对 不能去吃蛋糕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减糖料理 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在于大部分的减糖料理 都是高蛋白质 对对对 然后有他会有油脂 所以你吃会其实蛮有饱足感 是而且你精神也会变好 对 所以说皮肤也好 你只要管住你的嘴巴 事实上他会帮助到你 因为你肚子很饱 是你只要说其实我不用吃 就不要吃了 对对对对 他会让你不容易饿 刚刚我翻了 因为这里面58道的减糖料理 都用气炸锅来做 又简单又方便 其中有一道呢 看起来就很像 我们吃那种法国面包 有没有把它剖拌 然后中间挖空了 然后放一些一些什么 pagan啊 一些肉片啊 然后再撒起司 去把它烤出来吃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 并不是法国面包 小鱼妈的巧思 是把它换成结瓜 对来做成一个船 因为结瓜其实也是减糖料理 不可或缺的食材 而且现在结瓜 比较容易取得了 对以前好难买哦 现在大卖场都有了 现在其实台湾也有种 对 他其实叫我爸妈种 吃起来跟小黄瓜很像 可是没有那个味道 水分又不太一样 所以说很适合做这种烤箱料理 是的 好怎么做呢 我们准备的食材有结瓜 然后牛角肉 然后蘑菇 还有韩式泡菜 YES 还有青椒 是的 蒜头 好的 跟酱油 还有不可或缺的披萨的起司 还有我们的杏仁薄片 那我们的做法呢 是结瓜 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对切 然后把中间的果肉挖出来 挖出来不要丢掉哦 放在碗里面 我们等一下会来使用它 跟所有食材拌在一起 对 好厉害 结瓜的肉再拌上绞肉 还有什么 绞肉还有酱油 我们腌大概30分钟 OK 然后我们把蘑菇 青椒跟蒜头 还有泡菜 然后跟那个结瓜的果肉 全部都切碎 把它拌匀之后 我们把它回填回来 就是刚刚那结瓜的容器 对 然后我们放上角肉啊 再铺上我们的起司片 还有性能薄片 放入气炸锅 180度15分钟 叮咚 就可以吃了 对对 而且这个很有饱足感 因为它有肉 然后又有结瓜 瓜类的东西 又水分又多 所以吃起来又爽口 然后又有起司 对不对 还有韩式泡菜 它是灵魂 真的回去试试看 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对最最重要是这58到5 因为用气炸锅料理是这么回事 就是它一定要简单 对 一定要容易 放进去就可以做了 所以这是它最诱人的地方 还有零厨艺都可以变大厨 真的 所以说小鱼妈这次就做对了 因为它是让你七天可以五桶减下两公斤 你不相信赶快买这本书 翻开来看小鱼妈变什么样子 你再去找小鱼妈以前的书来看看 不要提醒大家 这是before and after 好不好 好了今天特别谢谢小鱼妈 谢谢蒋公 谢谢各位 也祝这本简堂快寿 气炸锅料理 让大家都可以瘦下来 瘦的快乐 瘦的开心 好不好 一定要的 谢谢拜拜 拜拜